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 今天突然之間在深水埗發生了一些倫常事件 相信大家都有留意一宗新聞是甚麼事 就是一個母親報警說 我的丈夫對我的小朋友怎樣怎樣 由於赤道問題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大概知道甚麼事 接下來可能某些字眼會比較隱悔和大家說 稍後會再詳細一點和大家交代 現在大約是下午三點半左右 最後警方便發現女兒原來是報假案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拆喊觸刷 究竟這件事的真相是怎樣呢 以及究竟現在香港是否真的蔓延一種負能量 一種情緒氣氛在這裏呢 都會深入去和大家分析了解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將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以及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在深水埗的桂林街一個堂樓單位 就發生了上述的事情 三名年近兩歲至六歲的小女孩已經證實離開了這個世界 相當令人惋惜 在今天上午11點的時候 在桂林街1815號一名堂樓的單位女子報案 她就說我老公做了一些很邪惡的事情 亦都強調說 丈夫是用武器去做的 傷害了她和三名的小朋友 警方去到現場的時候就發現了 三名的小女童就昏迷不醒 於是就立即由救護車送去明愛醫院搶救 最終就是救不回來 至於報案的女子就是沒有受傷的 由於當時報案的時候就提及到武器 而且這件事也很容易令人聯想到 荷里活廣場事件 因為大家想想 荷里活廣場事件就是 又是一個不清醒的人 在街上亂做些事 如果有一個人已經是說 他知道自己被人追捕 他知道自己被人追捕了之後 一定是沒有前途的 所有事情已經玩完的狀況之下 如果這些人 你能夠讓他自由在街上 你不說十分鐘 哪怕是五分鐘也好 都是會對治安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所以在11點50分的時候 就有大批的警員 就有了所有的裝備 例如避彈衣、盾牌等 在現場搜殺 鴨寮街至宇州街一段的桂林街 就被封鎖 現場氣氛相當緊張 然後到12點乘2的時候 另一名女童就由救護車送去明愛醫院搶救 現場消息說 其實一家五口都是南亞裔家庭 西九龍重案組也去到明愛醫院 也有軍裝人員 是帶同南亞的翻譯人員和社工 去到醫院協助調查 然後到12點28分的時候 警方就去交代女童門的狀況 另外警方在現場調查之後 就相信這宗案件並不牽涉武器 因為在所有死者身上 沒有發現有利器的痕跡 以及警方在現場找不到那個父親 正在聯絡調查 母親亦在現場協助調查 過多半小時後 這個父親駕駛貨車返回現場 探員一度把她帶上樓調查 隨後把她帶走助查 有記者看到 這個父親是沒有上手扣的 如果真的和事件有關的話 一定會上手扣 所以由1點鐘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開始覺得 咦?是不是有點不妥呢? 正常來說 一個這麼危險的人 怎會不上媽葉呢? 接著時間到1點11分 現場消息指 這個母親已經被警方 大返警署調查 消息指 這個母親承認是她做的 將會被捕 警方亦正在調查 究竟她是否這裡有問題呢? 由於她現時語無倫次 不斷地說 自己看到一些東西 自己聽到一些東西 所以亦會安排她送院 根據一些媒體調查 查到她真的有患病紀錄 警方亦在現場簡單地交代案情 在11點01分的時候 接獲案中的女子自行報案 在4分鐘前 亦接獲一名男子報案 消息指 今天早上 女護主曾經打電話給她媽媽 跟她說 媽媽我做錯了事 媽媽就害怕 她第一時間不是報警 聯絡自己的兒子 即是等於聯絡小朋友的舅父 叫她去桂林街看看 看看你姐姐姐姐妹妹什麼事 由於當時門鎖鎖鎖了 於是她便報警 舅父報警的時候 沒有提及過武器這件事 但是到了女兒的時候 她便提及到有這件事 有危險性 甚至乎說 其實由頭到尾 丈夫是沒有出現過的 但是她便說 是自己老公做的 其實這件事 新聞來到這裡 可以說是一件絕對的大悲劇 原本深水埗的人 都突然之間很害怕 收到這個新聞 究竟這個人 會不會真的上了地鐵 以及大家都會很擔心 因為畢竟三天前才有荷里活事件 好了 去到之後 那個丈夫便拿著貨車回來 即是相信是回到工作 便接到警方通知 連工作都不回 便過去協助調查 雖然丈夫便無辜 但也是很慘 即是看到小朋友突然之間走了 頭家便可以說是玩完了 現在這件事便沒有辦法 繞過荷里活事件 大家都會去做一個對比 特別是說 兩宗案件當中的人 都確認了這裡是有問題的 不過對象不同 一個是成年人 一個是小朋友 一個是陌生人 而另一邊是自己最親的人 其實這件事 正正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提及過的 我最擔心會出現的破槍效應 因為當這個社會鋪天蓋地去說這件事的時候 的確是會激起某些人 他們原本沒有這個想法 但當這個社會不斷去說 不斷去討論的時候 就會令到他們紋身了有這個想法 又或者是行動 導致到有很多相類似的事情發生 以及關於社會上的風氣 大家不斷去討論 新聞不斷去賣 我去拍片 其他KOL去拍片 其實是阻止不了的 因為現在這件事實在太大件事了 就算你說 井仔不拍片也好 但是其他人 其他的正規媒體 又或者是其他的KOL 每個都會說的 甚至乎就是說 你不上網 你什麼都不做也好 你今天走出街等紅綠燈 你都會聽到別人討論 所以這件事的接收相關資訊 是變得無可避免的 所以我真的有個結論就是說 香港的負能量是不斷擴散著的 我們的特首李家超 就在6月3日的時候出來說話 就說 會加強巡邏 亦都會加強對於這類病人的照顧 結果 事情隔了兩天又出現了這些 還有最恐怖的是 無論對於執法者來說 對於醫護人員來說 甚至乎對於你和我 作為一個無辜的路人來說 大家是沒有路可以抓的 亦都沒有可能可以做到一個完美的阻止和控制 和大家計算一下數 你警察有3萬個人 你扣上高層、民職 不是落地做那班 其實你最多就是 只有1萬多2萬人 就算你說警察好像人釘人 一個警察就留意著一個人 其他事情全部不做也好 但是你猜香港只有2萬個病人嗎 就算不算那些慰藉技術說謊的人也好 只是算那些有紀錄 曾經是病向淺忠醫的人 都相信不止是2萬人 算你說一個警察看10個人也好 我覺得20萬人應該不止那麼少 還有 我就當有一天 真是全香港警察取消放假 每個人都要出來做事 巡邏也好 但是警察最多是阻止到一些 在街頭上發生的罪案 我昨天去了荷里活廣場 因為我真的要幫家人買些東西 我都順便視察了一個環境 我發現 由鑽石山地鐵站已經有警察 然後 荷里活廣場 然後到鑽石山地鐵站私出口 那裡 也有3個警察 然後到3樓的時候 亦是再有一批警察 所以你說 街道很安全 商場內很安全 一有什麼事 你立即尖叫的話 相信不用15秒 立即有人說到這件事 是真的 但是 例如一些公屋單位 又或者 你家裏外面的走廊 又是否真的安全呢 因為今天 或者這樣說 這幾天 已經有類似的幾宗新聞 葵聰我都有跟大家說過 有個三十多歲的男子 又是拿著一些工具 周圍遊蕩 然後還拍門 跟鄰居說 聽到聲音 幸好 最後鄰居即時報警 然後警察 就在街上找到這個男人 然後 今天的神早新聞 也跟大家說了 有個人 專門玩樂作劇 不是禁人門鐘 是燒人家的門鐘 當然 至於門鐘被人分黑了 最多用幾澄土研究典 去換 甚至不會可以換 也沒問題 真 Evet 幸好 如果viamente 突然做出動 就是要在一個 sentimental 當院中 都會出現這些行為 警察也不可能说这里1到40楼每一座派警员在这里不实际 香港那么多的单位哪里有那么多人 还有就是说出街你怕陌生人的你可以不出街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那么幸福的 有些人就是说跟我同住的人他就是有问题 这些你就避无可避 特别就是说有些人是曾经有前科的 当然大家都想就是说希望可以分开去住 再不是就会有专人有专家帮忙去照顾他 但是现在香港的精神科资源越来越少 而且跟你住的人他有病是没办法成为分工屋的理由 你没办法说因为他有病 所以你可以抢了他的公屋你可以踢走他 你没办法做到 只有结婚再离婚的时候才可以名称言顺地把男的 踢离了公屋 然后再叫他自身自灭 但是对着这些人来说 没有这个手段可以去做到的 还有我自己上网看到 就发现香港人口越来越多 但是对于精神科的资源越来越减少 明明香港快到800万人 但是有关这类型病的床位一直在减少 搞到有很多人 是整天都是加快被人踢出院 不单只是精神科 其实普通科也有类似的状况出现 即是好像说 因为肺气症所以上房 这个病可能在医院治疗了三四天 医生觉得 可以了 你没有即时性命危险了 已经跟你说 对了 你下午出院 那你那些药自己回家吃就可以了 真的不舒服的时候 再打三条狗进来 即是说 连普通的疾病 那些医生都是说 不够床位 你快点出院 你现在没有性命危险 走啦走啦 那你想想 好像精神科 其实不是也是更差 结果 就搞到现在社会 很多潜在的社会危机 你说平时都算啦 平时你没有那么多铺天盖地的新闻 你平时不会有这种 那么伤心的氛围气氛 在那里散播负能量的话 那就等于 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 但是你不去生气他 但是现在 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 虽然你不会主动去生气他 但是说 附近 旁边的房子在装修 令到他的情绪不稳定 所以这些人 你是真的不知道 究竟他下一步 会去做些什么 而且很难阻止 就算你说突然之间 邓炳强站出来就说 全香港不准再说 这一宗新闻也好 跟着我们这些 youtuber产片 跟着所有的正规媒体 集体不报道也好 但是不可以公开过 总会有很多人 是用一种匿名的方式 继续进行讨论 例如说 在那些什么 年灯 高灯 用匿名的方法 继续去说这一宗新闻 估估六婆大家 就围在吹水的时候 又说这一宗新闻 所以就算有立法 也好 这些负能量都阻止不了 即是好像是说 现在外面的空气有毒 你没有办法就是说 规定那些有毒的气体自动走路 是说 除非就是说 你走出街 你不出街 又或者你出街的时候 你带一些特殊面罩 如果不是 你多多少少 都会被这些毒气影响到 所以我自己的确是担心 即是香港现在这种状况 是随时就是说 每隔多两三天 又会多一两宗这些新闻出现 因为香港 是真是一个很高压的城市 你试试随街访问十个人 你看有谁跟你说 就是说 我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 你不要说生活得很幸福 只是跟你说 你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 又或者 我喜欢我做的这份工作的人 随时二十个 你都未必找到一个 现在不是说 二十个人入面 有一个人不开心 是说 二十个人入面 平均有十九个人都不开心 那你就想想 不开心有分很多种 但是你没有一个客观的测试和指标 知道别人不开心去到哪一个程度 结果 你很难去分 而且有时候有些不开心 可以是说 不影响你现实生活的话 例如说 可能 你会问 啊 井仔和女朋友分手 那样 是 我很相信 但是呢 影响不了我日常生活的 我仍然都是吃饭拍片 那样 这些没有问题 但有时候有些人 可能他们的情绪问题 又或者是 他们本身一些 现实状况的问题 是令到他们 连日常果福 即是连着 基本的 一日三餐 都未必满足到的状况之下 很容易就是说 令到他们那种的心态 思维更加容易去改变 这一样东西 亦都特别容易出现在基层身上 因为基层来说 你真是有机会招不保值 而且 你都不会有所谓的保底 如果你说 我住居屋的 我住居屋的 你虽然也有层楼可以做保底 对不对 但有些人是说 住居屋 当然 你能够住居屋 代表你通过了财务审核 虽然有很多人 是收了自己的钱 但我相信 香港总会是有人 因为经济能力问题 是真的没有的 所以就能够成功入住居屋 去到这些人 他们本身 由于没有一个足够的金钱 去作为承托 令到他们本身 都面对于住经济压力的时候 去到他们每个人 真的遇到一些难题 拿不到钱出来的时候 那些经济压力 再加上心理压力的话 你就想想 真的很容易爆煲 最惨的是 如果你是因为没有钱 所导致到的压力 而令到你有病的话 由于你没有钱 代表你要出卖劳动力 简单来说 你还是要带着一个屈屈寡欢的心态 去上班 而且上班 不是代表处理一切问题 第一 上班 你赚到钱 但不代表钱是足够的 所以你可能 既要面对工作压力 亦都要继续面对经济压力 以及就是说 由于你上班 所以你欠缺休息 然后你的压力 就会呈住一个几毫的数字去上升 甚至乎就是说 因为工作 所以就没有一个充足的休息时间 导致到 所有的负面东西不是加在一起 而是所有东西成在一起的时候 你真是不知道 到时那个状况会去到多么糟糕 有时候我就当 突然之间政府 拿十亿八亿 摆到精神科那里 请了几多专业人士 但凡你不开心 有机会有危险 只有全部捉住你也好 其实这一件事 反而有机会 是令到人病情更加严重 因为你想想 你强制他抓了个人走 等于令到他 第一 他身边的人会知道他什么事 第二 你会令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是完全摧毁了 因为有很多人是说 我不行的 我少一日工 我都真的要借钱开餐 然后你突然之间 就把人家抓走了 然后就说 你要接受治疗 然后令到人家 可能两三个月消失了 然后那些什么账单又交不了 然后又找不到钱 然后你每日入公立医院 你都要付钱的嘛 你都要百多元的嘛 然后你无端端 又可能要背负着 一条三千多元的债务 然后还有后面那些债务的话 随时会令到一些 本身经济状况已经不好的人 是更加陷入一个债务漩涡里面 然后这些压力也会令到他 就是说 就算出院也好 你未必就是说 会令到他的状况变好 如果你继续跟他说 就是说 行啦 你仍然医不好嘛 你仍然不开心嘛 那就继续住多一会儿 你越是住 然后面对经济的雪球 你一路滚一路大 你去到这一刻 你真是不知道怎么办 对于现在香港 是真的遍布危机 这种负面困局的状况之下 我平时都可能会去举例就是说 香港政府可以怎么做 有什么建议 但老实说 今次真的完全想不到 是真是唯有看看 李家超啊 邓炳强啊 可能不知道他们今天 会不会见媒体 究竟 他们会不会有更多 实际的具体行动 除了是能够关注到 这一班 需要被照顾的人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措施 可以安抚到 我们香港人的人心 例如说 你 例如我 我们很正常 我不相信 我们这一刻 会有什么 但是 我们也是在害怕的 那怎样可以令到我们 没有那么害怕 还有 怎样可以确保 香港暂时 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呢 因为现在 香港人心不稳 真是一个关键 这里的人心不稳 不是什么政治啊 不是什么颜色啊 不是什么经济环境啊 不是去什么英国 美国 德国 法国 而是有一种 负面情绪 大家都在害怕的 这次 相信就不会像 荷里活广场那样 有这么多影片 有这么多照片 亦都不会有所谓的热心人士 能够访问到 因为这件事 是闭门进行的 但是 就算只有文字报道也好 我相信 连带之前荷里活事件 红十字会 肯定是有时间忙的 因为我相信 摺二连三这些新闻 一定会令到更多人的心里 是不舒服的 希望 会去找红十字会的人 聊聊聊天 如果你用一个中医 去对病人的角度 去看现在的香港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的 香港是积累了很多的濕毒 是从来没有清过的 然后去到现在 身体终于熬不住了 濕毒一次过爆发出来 爆到 二十个背脊都烂了 然后生了濕疹 如果你吃西药 例如你吃内固醇 很简单 你等于 如果我派了全香港警察 出去巡邻的话 用这种高压 和这种 惩罚形式的方式去做处理的话 可能 一两个月 香港是不会再有这一类事情发生 但是 西药往往就是越后快 但是你一断药之后 你本身身体里的濕毒 即是那些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你未解决 那些警察可能撤走了 巡邻得不太密的时候 你就想想到时香港又会变成什么 但是 我在这里 就不是说一美去吹咒中医 即不是说中医无敌 中医一定最好的 如果你说 用中医的方式 用一些 顾本培元的方式 打算去处理这件事的话 你也是会有缺点的 你不会见效得那么快 可能就是说 你不知道要动用多少亿 然后要动用多少时间 然后去进行一些 社区性的教育 社区性的宣传 还有你不知要聘用多少个 復康护士 社工跟进 才可以处理到这件事 但是可能就是说 就算政府有计划 去处理这件事也好 可能三天之后 又会出现类似的事情 那些人看到 喂不是 香港治安 没有那么重兵 反正我要的时间 都是三四分钟 已经可以下手了 所以今次这件事 对于香港政府 对于李家超来说 和政治无关 和颜色无关 和外国势力无关 是真的考验 李家超和他背后的团队 如何去处理这些社会民生 社会氛围的事情 真是一个突然之间出现的 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即是你说 开心香港的活动 其实不会说 因为你多做几次 就能够处理到这个问题 因为 这个除了是一个风气问题 也是社会资源 也是一个医疗的问题 所以 真是唯有祈求 拜神 祷告 希望香港 这个星期内 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如果不是 一单两单之后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很快很快就会出现 所以 真是担心 希望 不要再有 类似的第三 第四次的事情 好了 今集节目 就到这里 我自己看到这些新闻 都真的 不是那么开心 都是说着说着 好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